潮州老婆饼 广州莲香茶楼的潮州老婆饼驰名中外 广州有名的茶楼 怎么以做潮州饼出名呢 什么饼子都好叫 怎么去叫做老婆饼呢 这儿可有个故事 原来期末年间 莲香茶楼有个点心师傅是个潮州人 有一年他回乡叹亲 带去了许多著名的美点 给老婆孩子们尝尝 谁知他老婆吃了磨磨嘴说 我到你们有名的莲香茶楼 做了什么美点 还不如我炸的冬瓜饺好吃呢 那个潮州点心师傅听了很不乐意 说 哼你呢 那就做出来让我品一品 于是他老婆就熬了一锅冬瓜 熬得飞花烂滚 再加上白糖 撒进一些面粉 熬到半干不湿的 清甜嫩滑的用来做馅儿 再用面粉料包裹 放在油锅里一炸 甜酥馅滑 香甜可口 那位点心师傅吃了后 进不住连声说 好吃好吃 到回省城的时候 他又叫老婆做了一大包冬瓜饺 带回广州 给莲香楼的师傅们去品尝 莲香楼的点心师傅 虽然喷制过不少精美点心 但吃了潮州师傅带回来的 冬瓜馅油饺 也都说好吃 这消息传到老板那里 老板已来尝了一只 一边吃一边点头 问题 这叫什么饼 那潮州师傅 一时也回答不出来 便把他回乡探亲 和老婆打赌 做饼的事说了一遍 有个快嘴的伙计说道 那就叫做潮州老婆饼吧 莲香楼的老板仔细一想 这潮州老婆饼 用量简单 制作方便 价廉物美 大有利可图 便叫点心师傅们 搔家改进 不用油锅炸 而用烘炉烤 外形也做成圆的 在表面再少上一层压蛋心 还给他起了个雅号 叫做东容书 一时成为莲香楼的独家生意 直到现在还享有声誉 不过人们都不喜欢 叫他东容书 爱叫他土里土气的 潮州老婆饼